這輛車抵達車禍現場 將傷者27歲女子送上救護車 當時她因為疼痛 還不斷發出痛苦哀嚎聲 緊急轉送台中 但經過搶救 最後依然傷腫不治 27歲女子鬧出血 多處骨折傷是嚴重 因為她闖越平交道 被即將近戰的驅肩車猛力撞擊 車窝現場在苗栗院裡到通宵路段 目擊民眾說 當時看見一名身穿淺色護理師制服的 27歲女子突然間闖入平交道 來不及阻止就發生憾事 人卡在火車底下 列車因此暫停一個多小時 30多名旅客待在車廂上 等待現場處理 27歲死者就在苗栗通宵 這一間診所上班 同事們私下透露 早上還有來工作 沒想到中午休息時間 竟然發生不幸意外 是趕時間闖越平交道 還是有其他原因 警方還要調查 記者彭正銘 韓正信 彭心 苗栗報導 還有一張卡在那邊 就算發生了 借移民眾說 照片